浅浅的出现一下 因为我又回国了 天天在外玩 应挤出时间 捡了回国前路好的东西 hello大家好 就没跟大家聊过LV的包包了 那最近呢 上了一系列的秋冬毛毛系列 我们就浅浅的看一下 LV最近出了一些什么新款吧 男包女包 我觉得各有亮点 这些毛包包呢 我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涉及到了 除了上面六款之外呢 还有一个更加多人关注的 就是这一只Vivian的玩具包 Vivian一般呢 是作为百件或者小吊 最出现在LV当中的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们把它做成包 我觉得这个双肩包还是蛮可爱的 听说容量也还可以 它的身体看上去还是有一点厚度的 并不是单纯的卖可爱 那一般Vivian的玩具百件呢 就不便宜 这只包29500块人民币 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的 那第二只毛毛包呢 上个月就有朋友来问过我意见了 当它发送一张小图给我 我还没有打开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看出来 它是一只包 打开之后一开始 我也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只LV的包 只觉得为什么这头毛毛 上面趴着一只蟑螂 所以这个包我真的是有点不能接受 价格呢也比Vivian的娃娃要贵 我觉得同样喜欢毛毛包的话 不如冲那只Vivian的娃娃 更具有LV的代表性 这只毛毛包的结构呢 有点像Chanel的炸药包 两侧两个口袋 会显得这只包有点大 不那么秀气 我总体感觉这只毛毛包 真的很一般 下面两只呢 其中一个是本来LV 就比较偏贵一点的Cupsi 我感觉这只包它非毛毛的版本就已经很重了 毛毛的估计也轻便不到哪里去 而且整只包裹上毛毛的感觉没有太大特色 肯定不如旁边的这只Carrio来的更值得一些 Carrio这次价格也不便宜哦 要达到三万四 但这个包型最近非常非常受欢迎 我感觉秋冬会有不少同学相中这一只 它这次的老花呢也做了一点镂空的小细节 总体我觉得价格稍微偏贵一点 毕竟普通的Carrio不到两万人民币 那这只三万四 说真的性价比不是很高 你只有在冬天的季节才可以背它 设计上呢我觉得还可以 毛毛稍微做了一个镶边 比起整只包裹全部裹上毛毛 我觉得要更有特色一点 下一款呢是Speedy 40 有一点神奇的是 它好像拿了牛仔的布料和毛毛的做结合 那牛仔呢是一个比较偏春夏的材质 旁边镶上一圈毛毛 我总体觉得还是一般吧 有一种想要把热门元素一股脑 全部往身上堆的感觉 却没有堆出很大的亮点来 加上这只包是40的尺寸 它比较大 可能是要作为旅行带来使用的 价格也不便宜 要6150美金 折合人民币要4万多 这只包看着不太建议大家购买 之后呢是一系列 我很喜欢的绿色黄色的男包 首先是一个小的truck 那这一个系列有个非常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挂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狗爪子 应该是和包包一起配着卖的 这个包包我放大一点看 感觉材质有点像很密实的布置不了 绿色和棕色呢 本来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颜色组合 它搭上这个棕色的小挂件 真的显得特别可爱 字体方面呢 右下角呢还配上了一些涂鸦的字体 总体我觉得这个包包非常可爱 可以值得冲 价格的话3200欧元 我觉得也还可以接受 下一个呢是有点像洗漱包的小包 只能作为首领 网上看见的价格是1250欧元 我感觉这个定价还算蛮低的 整个系列的颜色设计 我觉得都蛮好看的 尤其是放在小包上 这几个元素结合在一起特别可爱 之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keyboard 50 售价是2750欧 也还行 这个keyboard呢 由于包包比较大支一点 所以它可爱的元素放在一起 不是那么明显 但由于这个绿色本身就很好看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士旅行带来说 也是亮点满满的 之后就是小腰包 2000欧的价格也算蛮不错的 当然这个包一定是作为胸包杯更好看一点 下一页呢 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男士双肩包 这个大小应该比较接近一个中号的LV双肩包 看上去也是非常实用 并且适合男生的 2600欧价格也还不错的 然后是一个洗漱包 洗漱包的售价呢是1290 但是它少了那个爪爪的吊牌 感觉少了那么一点点吸引力 就是如果我在不知道其他系列 还有一个爪爪吊牌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这个洗漱包也还不错 但是一旦你知道其他有它没有的话 还是会觉得欠缺了点什么 黄色这个系列呢 爪爪吊牌也是黄色 没有绿色配棕色来的那么吸金 款式方面呢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硬盒子 还有一个大的TOTE 我觉得这次黄色绿色的款式方面出的都还挺不错的 之后的硬箱系列呢 我觉得这个绿箱子真的还蛮戳中我的 我记得好像在17年那一次我去欧洲的时候 大部分旅行过半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包都没有买到 那时候有点心动想要买一个LV的经典老花的旅行箱 我记得登机箱的售价应该那一年是不到2000欧元的 我的想法是一个箱子比包还便宜 其实还蛮值得买的 但是后来买到包了就没有再去想着买这个箱子了 不过我是一个用箱子用的挺横的人 可能还是无法狠下心来去买一个LV的旅行箱 但不得不承认这个绿色在目前我见过的所有LV旅行箱里面 在我心里算得上是排前三的配色了 下面一个黄色的小音箱呢 似乎是个表盒 售价就相当高了 8650美金 我觉得还不如去买一个旅行箱来的更实用一些 毕竟旅行箱你可以带出去表盒 只是在家做个摆设而已 就像大家在娃娃盒挂件里面更喜欢买挂件 因为挂件可以带出去显摆呀 后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异形造型的小包呢 就是一只小的狗 我觉得这个造型可能比起之前的小鸭子或者飞机来说 能接受的人应该更多一点 因为如果你家养了一款同款的小狗的话 会更容易心动一些这个包 这只小狗狗的容量呢 看上去也还OK 感觉上应该是能卡进一个手机的 毕竟它主要好像是放到男士包包系列里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男士包包的这些上升 我觉得LV的男装和男包配在一起呢 明显是要比爱马仕那种老前锋 要活泼年轻的很多很多比较对我的胃口 可惜我们家那个人是完全配不上LV的 这些男模的上升呢 可以看到那只绿色爪爪的小包和红色的小印象 尺寸大小对于女生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 那左边两个小包呢 实用性应该还蛮强的 外面一个小口袋放点零零碎碎的东西还不错 左上角呢 他们还挂了一只黑白的小狗挂件 这次似乎很多都是以小狗为主题的 我觉得养狗的同学可能会忍不住想冲一把 这个小挂件也是蛮可爱的 下一页的男模 右下角他拿着一个骨头造型的小包 我觉得这个包比较出奇不易一些 造型上是挺吸睛的 可能实用性会欠缺一些 后面紧接着还出现了一只非常大狗骨头造型的小印象 我觉得这只箱子会比前面的小包更吸引我的目光 虽然这种异形箱子放东西可能不那么方便 但是它真的足够拉风 作为有钱人的收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后面是二五春夏的LV秀场上呢 我稍微选了几个有特色的包来说一下吧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一定是中间上面的这一只扇子包 它真的是超级个性十足 就完全不需要去讨论实用性了 只要你拎出去就赢了的那种感觉 那其他包包造型呢 我觉得比较普通 甚至是看见了这个扇子包以后 就看不见其他包的感觉了 那左上角这种满满都是钻石的包 真的有点雷到我了 左下角这个盒子呢 我觉得有点太闪了 中间下面的这只复骨感虽然很强 但是盒子包这个东西在LV当中 始终不是特别实用的一个包型 六下角这个绿色的软软的小包呢 它们好像出了很多种颜色 还看见一个比较亮眼的紫色 这种亮色的小包跟大包搭配在一起 确实觉得是个还蛮不错的颜色组合 但是很少会有人一大一小两只包同时拎出去吧 单独买这只小包的话 基本上就是当做一个夜下包使用的 那右下角呢 其实就是这款彩色小包的老花版 它实用性会更强一些 做的大支一点 但是链条真的超级粗 不知道食物到时候会不会重量很惊人 整体来说呢 我觉得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扇子包吧 非常赶时髦的同学 应该会挺想入手这把扇子 然后呢 我就粗略的看了一下 最近官网上有一些什么新款 它们最近主推的呢 就是Neverfood的insideout版本 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新吧 暗室这次的秀场上呢 也出了一个把Birkin翻过来的版本 但是似乎没有得到网上很多的好评 大多数人好像觉得翻出来比较奇怪一点 LV的这只呢翻出来其实不奇怪 我本来觉得两三千美金买一个可以翻过来的版本 不是那么值得 但是现在定年一看 它们不可以翻的版本 也大幅度的涨价了 不过今年版老花起盘格的这种 Neverfood在二手市场上 中卫的几千块人民币应该就有了 完全没有必要去专柜买一只全新的 虽然觉得翻过来值不值得呢 我个人觉得是好像没有太大必要 你非要我说的话 我当然是觉得那只黄色要稍微亮眼一点 那官友上有一只比较吸引我眼球的 是这只Elma的双肩包 我感觉背在模特身上非常好看 无论是拎着还是背着 都是有一股复古味 其实爱马仕的保龄球包呢 是有一个双肩包的版本的 那个在二届市场上都是非常非常稀有的 我曾经只在咸鱼上见过一只 LV的这只呢 就跟双肩包版的保龄球包 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 甚至它还比爱马仕那只好 再多了一个把手 你既可以双肩也可以手拎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挺不错的 如果说现在网站上 让我挑选一只包买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买这一只 但是蛮有特色的一个小包 2500美金价格也挺合适的 那其他的双肩包呢 我就觉得非常普通 尤其是那个油拆包 好像这个双肩包的链条 是硬生生的给它加上去的 它本身并不太适合 作为一个双肩包的造型出现 另一款双肩包呢 我就觉得非常普通 甚至有点老气的感觉了 仔细一看呢 它的那个扣 就像我前面比较嫌弃的 那个蟑螂的造型 是一模一样的 这可能就是我对那个蟑螂 的双肩包和这款 都没有太大好感的原因吧 另外还有个双肩包呢 就非常像Chanel的小青蛙 那其实Dior也出了一个 超级相似的款 Chanel也出了 总体来说 这几个品牌 鬼打墙的款式里面呢 我依然觉得Chanel 是毫无疑问的胜出了 但Chanel呢 也是毫无疑问的贵 基本上接近LV两倍的价格了 就看大家自己的钱包 怎么选择了 不过你也可以选择 通通不买 那双肩包系列呢 它们还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尼龙款 马上也要发售了 就是它们经典小书包的大小 整个拉链的开口设计呢 有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 它全部开到了底 开盒和拿取东西 就会变得更方便 尼龙的材质 估计这只包实物还挺轻的 就不知道硬品度会怎么样了 售价方面呢 是2930美金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 前面Elma的那一只 这只尼龙版的甲鲁 比别人有一些什么优点的话 应该就是轻便了 最后是即将要在官网 上新的一些圣诞款 那其中呢 也是Vivian的娃娃 出了一只手机包 那这个呢 就要看它到底实际多大多小了 还是蛮可爱的 稍微能装那么一点点东西吧 其他款式呢 都是往年经典的圣诞款 贴上一些图案 就要看你有没有喜欢这个图案了 一般来说圣诞款 我是完全不建议大家购买的 市场上会有很多很多生下来的 几乎是任君挑选的状态了 后面的小皮具呢 在国内的同学就更没有用武之地 这一集LV的近期新款浏览呢 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喜欢的包 我自己的话 是比较喜欢的JLMA的双肩包 我会更期待它未来 多出一些其他的颜色 或者是徽章款之类的 因为经典老号 我自己实在是不少了 但这个包型 我倒是真的蛮喜欢的 另一看呢 就是绿色带爪爪的男包系列 也是非常出众我 有兴趣的同学呢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专柜的食物 我觉得这个配色一年四季杯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感谢收看今天包品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下期在哪也不知道 报告一下 我已经追过新了 去过伊乌了 去过大理了 旅拍过了 马上要去新西兰了 真的不要太期待下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